我愛瘋了 我瘋到自己痛也不曉得 放棄了保護自己的責任 放棄了抵抗脆弱的甜品 我不管了 我不管這傷口能不能愈合 選擇了你也許是錯的人 選擇包容了你的不安放 青春中我的想法 很多地方都不好我自己覺得 主要最大的不好是我沒有享受 記得你記得嗎 你們那天我去慶功宴 大家都喝成什麼樣子的時候 我其實心裡面是很忐忑 回去之後我一個人坐在那邊 然後me time 的很久 獨處了很久寫的那一篇 大家可以去翻一下我的FB 2016年的8月13號晚上 對我記得我那天出門的時候 是吃不下任何東西了 就是還甚至反胃 對就是已經緊張到這種程度 但最重要就是其實不夠好 或者是有進入的空間 這些當下的東西 咀嚼完之後 重點都是在後面 如果有機會在這場小巨大的自己 可以克服掉那一些 我自己所謂的遺憾 或者沒做好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最大最大的 我覺得陰影啦 應該是說我不享受唱歌 那時候在舞台上 因為要顧及的東西太多 我本來就是一個在舞台上 喜歡赤腳的人 然後要換衣服啊 這些等等的 當然這次也還是會面對到 但是就是我會 以更輕鬆的方法或技術層面 去克服這些事情 就是你們應該都知道 我有母子外翻跟扁平竹的問題 所以它其實某程度影響蠻大 有一個新的 讓我不能亂動的 制止我過動症的東西 叫做耳食脫落症 躺下去就像那個船這樣翻 是很恐怖的 那個眩暈是360度的那種 所以其實我不太敢動 雖然我純純欲動 就是很想跳 但現在只要知道大幅度的 要動頭的東西 我就會很小心 真的好 只要去做那個很專業的副位 讓耳食回到正確的位置就好了 但是醫生有說了一個比較 讓我心寒的話 不是心寒啦 就是很專業的 就是說只要發生過一次 就會發生二三四五六次 不會斷根的 不會斷根 可能就是老天爺不讓我太過動吧 或者是動身體就好 不要動頭 其實是有這個設定 對 那個設定 是不能說的 我不知道成不成功啊 說了不成功不成久 是嘉賓還是一個機關 機關 機關 而且是 聽說是從來沒有人做過的機關 我也很期待 不要簽那個什麼 切結書 切結書 好嚴重喔 小巨蛋的高度應該還不用吧 高度 高度 要 要啊要啊 那你飛來飛去是可以的 不行 要晃啊 不要晃就好 你不要讓我這樣飛啊 不用360度 停的飛可以嗎 可以可以 可以 你不要讓我就是你知道 武打功 就是你知道嗎 那個叫什麼 在竹林裡面那個 握補腸 握補腸 就武打的那種 可能沒有辦法 在竹林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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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竹林裡面